一場國際一級賽1400米 女王銀器紀念杯 一開始的時候 前面快的大騰王 內蘭增昏奪廟 中間平湖之星 外面以其傭兵一路頂著美麗傳承 再後面的馬 內蘭尾五 藍白矽衣服四季王 尾四就有小巨人 尾三聖德威 尾二就五十五十 暫時包尾是那隻美麗大師 轉這個就是八百米彎 前面帶頭的馬是那隻美麗傳承 接著在第二位就是增昏奪廟 在後面的第三位大騰王也跟前了很多 第四位的馬 還看到有這隻以奇傭兵 內蘭第五 就是那隻四季王 灰馬 屏湖之星 在後面的馬 還有聖德威 尾四 尾三 小巨人 在後面的馬 有五十五十 還有一隻美麗大師 好 入籍老人仔 貼了欄就順利放就是那隻美麗傳承 增昏奪廟 緊咬住他 在後面的第三位大騰王 外面以奇傭兵 在後面的馬 外面追 屏湖之星 入面上 還有四季王 最後三百 美麗傳承坐下去 動下他 撿來了一個新米 見到增昏奪廟第二位 外面以奇傭兵上 中間還有大騰王 最後一百米左右 美麗傳承奪定勝局 贏出這場女王銀熙紀念盃 撇來撇去 爭昏奪廟都有第二 以奇傭兵第二位